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晚上十点半的法拉圣 还是车水马龙啊 人非常多 现在就是我们走在这个 法拉圣的大街上 你看 人多吧 啊 这里有个公交车站 所以说人多 水果 水果 水果家里有 这个是 38街 看这个人 很多人呢 大約 大約 intr伟 模糠 地 Cle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上超市看一看 关门了没有 还真没关 哪一个框啊 配个车啊 买个西葫芦买点葱花 估计也要关门了 应该快要 这会算是人少了 平时这个超市人几人的 葱没了 收起来了 到 几点关门 啊 十一点 这个挺晚的 就是我们看这个法拉圣啊 基本上就是跟国内是一样的 关门关的也很晚 夜生活还挺恨够的 帮你自己跟上啊 别丢了啊 丢了 丢了就 丢了就被别人接走了 走吧 咱走了 快十一点了 回家吧 对 不能再逛了 还想逛街是吧 你们当白天逛呢 现在 现在可以已经是半夜了 我们一会儿车要开到长岛的话 那就是黑不溜秋的 这就是法拉圣的免接 好像这个满大街 就你们两个小孩儿 基本上你看没有小孩儿呢 哪哪呢 那个小孩儿没办法呢 那是他要是没爸爸妈妈跟着 他自己没法上过 他们也是一样了 哈哈 这小孩儿是更小 行了 那你们你们还不算最最小的 这小孩儿更小 都还不会走 那就是你们三个 就这么大街 就你们三个小孩 哈哈哈 现在已经是10点39 10点40了 快11点了 这飞机 这飞机还斜飞的 停车场依然还有那么多车 哇 那么多人 这太壮观了吧 我现在去付钱 这边付钱的人好多啊 排成队了的 哇 那么长一队啊 排队呢 付钱 那只能排在这儿了 没办法了 等着吧 啊 那机器就一个机器呢 能不慢吗 现金 注意到这位大哥在付法 耶 还要看这位大哥 也要看这个是什么 办法了 看这个座 还要拍 还要拍了 还要拍了 拍了 还要拍了 计划前往之一的路线 在37分之四 好了 哎呀终于出来了 好了现在出来了 这条街每天几乎是没有通畅的时候 今天应该 能顺顺利利的走一回来 但是现在又是遇到了红绿灯 这个纽约 你就大部分的 华人都聚集在这 而且大晚上的也只有这个地方 才能够有消费的地方 对呀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 平时可能应该不会有那么多车吧 路上还是年轻人 是年轻人多 老年人谁在路上 老人和小孩 你看除了这三个小孩哪还有别的小孩 那三个小孩 这不是路上刚才还有一个吗 这还有那么多人的等着干啥呢 一帮小孩 小孩忙着夜生活 都高中生可能 走 这才像城市嘛 咱们那个长岛就是农风嘛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从法拉盛 往长岛走 现在的时间是11点10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法拉盛现在还车挺多的 看上去还挺繁华的 然后我们走着看啊 看看走走会变成什么样 走到长岛应该是11点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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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ального 这里有一辆车 有我们通行 荒芜人烟了 这个地方还是挺亮堂的 因为有伤 这个店都关门了吧 关了 楼板都睡着了 关门是他不关灯的 这7-11好像开着 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店开着 7-11里面有人 前面是一个7-11 然后这个加油站还开着 如果半夜饿了想吃点东西 只能去加油站买 别的地方好像就没了 好了回来了 你到达 到家了宝贝 到家了 啥也看不见 好了 进来了 快把 快把 走了 他卡那了 不是他把安全带我给他拿出来 他自己又给寄回去 哎呀 躺在那儿睡了 他还没醒了 没醒 人家直接睡了 他还醒呢 那你给他看点 都几点了 12点了 他还醒了干啥 睡了啊 现在几点我看一眼 现在是11点40 那是挺晚了 那还要看到这个时候 可不就睡觉了呗 行了 今天的夜房法拉盛就到此结束